講講烏克蘭的局勢 剛才Thomas說了一段時間 我再補充一些最近發生的現象 這些現象 令到我們相信 短期在烏克蘭可能會發生一場大戰 一個是決定性的大戰,是有機會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近日你看到 那個部署,第一 俄軍就從基庫那裡撤出了,重新部署 去頓巴斯地區,即烏克蘭的東部 重新換了將領 補充了一些彈藥,補充了一些武器,調整了戰爭策略 在這方面 顯然就是在 做一個準備 在做一個在東部 打一場大戰的準備 這個目標就是解放頓巴斯這個地區 令到他們那兩個共和國 勞金斯克和頓別茨克可以獨立 這個似乎是現在 普京的一個最大的目標 如果真的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的話 相信 戰爭之後 可能戰況會慢慢減弱 因為 俄羅斯直接是佔領了烏克蘭的東部 這兩個共和國 然後讓他們獨立 然後讓他們公投 俄羅斯一向都說了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意圖 去佔領全國烏克蘭 所以相信如果真的成功佔領了俄東這兩個那麼重要的共和國 以及南部的 接近 海邊的一些重要城鎮 從而控制了 可以控制了 南邊 海路 其實 已經是可以令到俄羅斯 例如克里米亞的半島 那方面就比較有 一個安全感 如果你控制了南邊的 烏克蘭的海路 之後 其實那個戰士有機會是慢慢淡化 慢慢結束 現在看回形勢方面就是這樣 俄羅斯的部署是這樣的 但是看回烏克蘭是怎樣 烏克蘭的澤連司機 當然一直都還是很口眼的 但是他口眼得來 他開始 有些推卸責任 還有開始有些軟化 還有開始有些心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就說 他是 出現了一次 肆虐的言論 怎麼肆虐的呢 其實我們現在 烏克蘭的戰況 烏克蘭有沒有機會打贏呢 其實都是要視乎美國是否會提供 急需的軍事援助和先進武器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現在是不夠 不夠支援 也不夠先進武器 事實上 相信 歐洲、北約、美國雖然說 開始提供一些 比較好的武器 比烏克蘭 但是 你說是否可以提供到最 最先進的武器 殺身力大的武器 或者甚至乎 戰鬥機 這些 似乎 都沒看到 如果這樣的話 這一場 如果真是 烏克蘭東部發生一場大戰的話 可能在 未來 四月之內發生 也不一定 所以有人形容 這個可能是一個 血腥的四月 這個四月的戰爭 其實還有兩個星期 可能兩個星期之內就會發生 而且這個是一個大戰 大戰 可以被形容為 21世紀的一個 非常之大戰役 而且可能會 規模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某些戰役是比較的 就是這樣說 有些分析就這樣說 看看形勢 其實事實上都是挺嚴峻的 有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一個英國的志願軍 有一個英國志願軍 在烏克蘭 東部 投降 他幫俄羅斯 做僱傭兵 不是 Sorry 他幫烏克蘭做呼籠兵 但是在 烏克蘭東部 就投降 向俄軍投降 那麼他就說 為什麼要向俄羅斯軍隊投降 他說 這個英國戰夫就說了 他說前線那個烏克蘭軍隊 根本就不夠糧食 又不夠武器和彈藥 真正薄火的時候 唯有打到來 唯有選擇投降 所以這個英國的志願軍 就現在是 投降 就是被俄羅斯軍 俘虜了 那麼 他就說了一個實際的情況 證明 烏克蘭前線的軍人 其實真的不太足夠 彈藥和武器 那另一方面 我們其實也在擔心 就是 北約到底會不會 除了開始供應武器 給烏克蘭外 會不會真的介入呢 這樣 現在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有些人分析就是說 現在呢 美國 北約 這些歐洲國家 就現在調查著俄羅斯軍隊 是否有在烏克蘭 這個烏東的戰役 用了化學武器 就是 之前那些戰役 就是說 為什麼會突然提出這件事呢 就是有些人就認為 會不會 他其實就是 根本就是想 找一些藉口 來供 就是 北約或者美國的 武器或者軍隊 有一個藉口可以入侵 進去烏克蘭 幫烏克蘭打 直接跟俄羅斯軍隊打 這個呢 有些人就這樣分析 咦 可能有這個可能性 會不會 用這個 刷俄羅斯軍隊是否有化學武器 那你查完之後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屈的嘛 我查完了我發現原來有 俄羅斯有用化學武器 在之前的烏克蘭 戰爭那裏 如果是這樣 美國跟歐洲 北約就有機會介入了 有藉口去介入 那時候 這個就是比較差的 一個環境 發展到的情況 到時候可能真的有一場 比較大的戰役 而且呢 戰況會非常激烈 當然啦 美國 北約 是不是那麼容易 直接參戰呢 這個也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呢 普京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如果美國北約軍隊直接 入烏克蘭 和我打 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 不要忘記俄羅斯是有核彈 這是發展到這個地步 也不排除 俄羅斯可以 可以隨便射一個核彈出去 射去 射去一個 一個荒蕪的地方 或者射去一個海 射去海 射去沙漠 作出警告 是吧 如果美國和北約 你再進一步進逼的話 不排除有進一步更加嚴厲的行動 所以這個就是其實 現在的形勢發展 也是極為嚴峻 也挺有機會 在四月之內 就打一場比較大的戰役 在烏克蘭東部地區 我相信 親政美國和北約介入 他們都不是那麼膽量的 但是有些蛛絲馬跡 會不會他們 找化學武器的藉口 來加大參與度呢 加大參與度我相信有的 加大些武器的威力 但是真正參與可能 應該都不會 那麼我也都是 分析了這個形勢 幾有機會是有一場大戰 如果大戰 之後呢 有望呢 這次的 俄烏戰士有機會結束 如果真的 就此結束的話 俄羅斯佔領烏克蘭東部 這兩個共和國 以及南部一些地區 近海 近港口地區 跟著呢 發展呢 就可能對美國和北約極為不利 因為很明顯 烏克蘭輸了這場仗 之後呢 芬蘭和瑞典 夠不夠膽加在北約呢 是不是 還有呢 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人是希望可以 和俄羅斯 說或者和 跟芬蘭說 希望你可以在外交方法 外交途徑那裡 解決這場戰事 但是現在越來越 機會是渺茫的 為什麼呢 你看看近來發生的新聞 歐洲國家和俄羅斯 都是 希望是有得談的 所以呢 派了奧地利的 領導人呢 就去這個 跟佛朗普談 其實剛剛是前幾天 奧地利總理 內哈密 跟普京談 結果就碰了一鼻子灰 普京就是 都是很明確 表示態度 就是根本是 打仗才是最好的談判 根本現在談判 說了那麼久 比如說俄羅斯 一早開了幾個條件 包括要 烏克蘭中立 軍事中立 沒有噴武 沒有重型武器 答應一定不會加不弱 其實都是這幾個條件 然後就被烏冬 兩個共和國獨立 但是基本上 普京開了這幾個條件 其實烏克蘭一直都沒有答應過 既然沒有答應過 那就沒得談 沒得談就唯有打 所以 奧地利總理剛剛去完 希望普京不要打 就碰了一鼻子灰 就回頭 大家的解讀就是說 普京根本就覺得 你胡骨 烏克蘭根本沒有誠意去談 在外交途徑去解決俄烏衝突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唯一 唯一的做 可以做的事就是打 美國總統拜登就 找印度總理莫迪 就叫莫迪 你不要再買 俄羅斯能源 你買俄羅斯能源 你俄羅斯不就有錢 可以打仗 印度就 說你美國是不是搞錯重點 印度一個月買的能源的採購量 去向俄羅斯 都不夠你歐洲一個下 就買的 買得多 你叫我不要買 就變成 美國常 拉攏印度又失敗了 當然 歐洲也都是 很多國家 根本都是 說了那麼久 說不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 其實都是 只有港 到現在 看來 也開始看到 匈牙利也開始給勞布 用勞布來支付 其他歐洲國家 你不用勞布支付 俄羅斯真的是 斷你天然氣 40%供應 歐洲 歐洲供應 沒了天然氣怎麼辦 最近在網上一個新聞 就說 有一個英國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 他就給了一個電費單 電費單 就嚇到嚇死他 當然他可能在英國住大屋 有幾間房 就是 600多英鎊 接近7000港幣一個月的燃料費 我不知道燃料費嗎 應該都是說電費 或者是 天然氣費 總之燃料費 說了6000多元 接近7000元 也算是相 所以可以說歐洲 其他國家都不會差太遠 歐盟是這麼依賴 俄羅斯的天然氣 分析最後就說到 如果真的 這場戰營發展到 最後 以一場 俄烏大戰結束 俄羅斯佔領 烏克蘭東部兩個共和國 世界就進入後美國時代 美國的霸權就會走到盡頭 因為美國 和北約都會輸了 等於輸了這場戰 以後的發展是否好呢 其實未必是差的 因為以後 中國俄羅斯 關係更加好 另一方面 更加多國家 不需要再看美國和北約的那台電影 不需要再受它欺凌 更加多國家的民族 都會更加 為了自己利益 關心自己利益 就不會再追隨 美國和歐洲的 的霸權 這個是 可能 我們希望的發展是這樣的 美國 北約 勢力減弱 中國 俄羅斯 印度 合作加強 然後 很多國家 不需要再受 美國北約欺凌 就是這樣 好了 美國 暫時還是欺凌 不斷地欺凌 最新就有一個新的 美國的媒體又出了一個新招 這個新招又真是被你 被你擊死 美媒最近就說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結束之後 俄羅斯就會向中國出售領土 中俄北流歷史上過去100年前 真的有領土爭爭的 中俄邊境 但是現在不是這個情況 但是美國媒體就報導 其實呢 這次 俄羅斯的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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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的軍事行動 其實已經得到中國的 認可 第一 第二 就是說 俄羅斯已經答應了中國 如果真是戰事結束 中國一直支持俄羅斯 俄羅斯會將 部分 他們國家的土地 撥給中國 美國媒體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說 這次 是美國的國會三部 發表的 俄羅斯將在俄烏衝突結束後 向中國出租 或者出售部分 遠東地區的土地 我們當然要反擊 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就說 美國的媒體根本的目的就是離間中俄關係 奉勸 那些人就不要再炒爛飯了 中國和俄羅斯在歷史上的確有個領土糾紛 但是兩個國家已經結成了 達成了這個邊界協定 將中國和俄羅斯的西部和中部的各界線完全劃定了 目前中俄之間不存在任何領土爭端 這個是人皆盡知的事實 這次這個 美國媒體當然也知道 但是美國媒體就是炒作這些話題 他們主要是有三個目的 首先是對華摩克製造一個 中國支持俄羅斯打烏克蘭的 一個假象 另外就是 令到中國在國際上陷於不利的地位 而烏克蘭戰事爆發以來 不斷有西方媒體 宣稱是中國在背後支援俄羅斯 都是一個幾個的幾點 但是這個都是一個說法 沒有根據 都是一個不斷翻版 不斷翻炒的 美媒的目的當然 他就是想 挑撥和刺激俄羅斯 和俄羅斯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而 令中俄關係 的發展出現了障礙 赵樂堅其實也說 其實西方媒體炒作這些話題 本質上都是 中國威脅論 一個翻版 作為一個 愛好和平的國家 中國是不會走 對外擴張的道路 也不會 被西方媒體留下了一些 製造 攻擊 或者輿論的藉口 這個就是最新的發展 希望 希望呢 這個大戰 這個 俄羅斯大戰 快點結束 結束之下 國家和國家之間 希望可以更加互相尊重 更加 在一個正面方面的發展 在一個正面方面的發展 譬如在經濟 科技 政治方面 都是一個 正常正面的發展和合作 從而 令到 每一個國家人民 都是有更好的生活 過得更多的好日子 主持人 大戰 歷史 佔的 歷史 中手 可以 passo